不速了 有点无从下手 不行 我确实吃不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芸汐 那我今天又来更新我的B站内容了 这是一期非常有味道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 有非常非常丰盛的火锅的菜肴 那今天呢 就和大家一起来吃火锅 那我们开火吧 因为你四川人嘛 你的炸太后大部分很厉害 我们想让你教我们做密制的蘸料 好呀 其实我的蘸料是这样的 非常典型的四川人吃火锅的蘸料 相当的简单 但是呢 它配合火锅的这种独特吃法 就能达到那种 一口下去 能让你满嘴都是那种火锅的香味 最主要的原材料就是这个 芝麻香油 蒜泥 蚝油 白芝麻 花生碎 鸡精 香葱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加一点点香醋 那就是这八样吧 那我们开火吧 等一下 我们现在要玩游戏 玩游戏啊 又要玩游戏 我就知道 逃不够游戏这一场 先给你的道具 硬币啊 对 我们玩的这个 有意思是叫 抛硬币 抛硬币 对 如果抛到重量 那个数字的话 你就可以从 你想要的那个角度里面选一个 如果要是 抛到了反面 就要让我们 听你从这一句里面选一样 你选择这些所有东西 调成一颗小料 就是你今天吃火锅的 这样 那我们就开始了吧 可以 开始了 先香油呀 哎呀 算吗 你们先说算吗 算不算 还不算 那不算 灯灯灯灯 想想看 好油 哎呦反面 天呐 考虑清楚 那是天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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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 柠檬汁 我的天呐 哎 怎么又这个呀 我直接劝退了 这就一个这个我觉得已经就废了你知道吗 哎呦怎么又是反面了 我的天呐 这几个加在一起怎么吃啊 我的天呐 这什么味儿 我觉得我今天是别吃了 这什么呀 这第七个 你们是 你们是做了手脚的吧 不可能 你自己想吃 我豆汁 豆汁是什么东西啊 我从来没喝过 豆汁 辣北京小吃 食绿豆和水发酵后的产物 具有酸酸酸酸的独特风味 啊 好难过 这不是我要的那种 结果 结果 最后一次 来吧 哎呦正名 那是蒜鱼吧 先是这个芝麻香油 这个芝麻香油一定要全倒 蒜末也可以多加一点 蚝油也一定要多加 我现在只能把我选到了的三个主要的调料给多加一点 这是柠檬汁 反正酸的嘛 然后就把它当成是醋一样的感觉 我少加一点吧 调调味 天呐 我只能来一点点 真的 这个玩意儿是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成 这谁选的呀 这你先吻一下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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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呀这个就 就像是 这怎么加呀 我的天呐 这里边有水 我就倒点这个水吧 哈 这个说不定还可以 沙拉酱加进去 因为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未知领域 那就差一点点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哎 这是啥呀 这是 就隐隐约约的 你知道那什么感觉吗 啊好像就是一 一锅非常鲜美的 这个鸡汤里边 就那个鸡毛没拔干净 还是怎么着的 就就总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在散发在你的喉咙里 整圈在喉咙这里 就像是脑 那个鸡毛没拔干净 整圈在喉咙这里 我现在就得调一个正宗的四川火锅的调料 先是蒜末 蚝油 加点白芝麻 然后加点鸡精 现在这个是蔬菜精 然后花生碎 芝麻香油 最后撒上一点点葱花 心情舒畅 不行换一双筷子 这已经换了筷子了吗 怎么还是臭的呢 嗯 嗯 在上什么 不是这些菜吗 要玩第二个游戏吗 要玩第二个游戏 要钻地 要钻地 要钻地嘴 要钻地嘴 要钻它上 要钻它上边 要钻它左边 要钻它左边 要钻它右边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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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嘴 我输了吗 对啊 那我怎么才算赢呢 怎么都算我输呀 嗯 送你们一个 送个这个吧 这是什么呀 地瓜干 地瓜干 这不是直接吃的吗 这个 嗯 这挺好吃的呀 就只是把它煮下去 是吗 煮了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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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嘴 一二三 一二三 不凉啦 对啊 叫反 反语有害 我反应怎么可能输 打竞乐团 打英雄联盟的人 怎么可能输 真是的 我告诉你们 应该怎么 怎么让你输心啊 为什么 你不能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你要 当当当当当当当 这样就不能有一二三 OK 这样你下一个 对 好 那是麻辣牛肉吧 我告诉你们 应该怎么 怎么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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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个离我最近的吧 这个 汤圆啊 香蕉 薯片 薯片我就蛮喜欢吃 然后呢 哦 苦瓜 苦瓜其实我蛮喜欢吃 辣条 辣条还能煮吗 你们选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 不用煮的 面包 原花糖啊 榴莲啊 这是我刚才失策了真的 因为 我选的东西要用这个吃 那其实我该多输一会儿的 哎 因为我看到了这边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都是我还蛮喜欢吃的 其实对于我来说哈 只要是这些东西煮到这个里边 这个只要味儿是正的 我就都能接受 也不正啊 我要投诉了 不买 不买 哼 好 那我们就下吧 像我刚刚说的麻辣牛肉 谁吃的 脸肠 地瓜干 虾滑 苦瓜可以 苦瓜是我蛮喜欢吃 无法用语言形容ämän 幸福的人 我必点的就是麻辣牛肉 然后鸭肠 毛肚 老花 黄虹 像是肥牛 土豆片 冬瓜 冬瓜我非常喜欢吃 土豆粉是非常好吃的 老肉片其实蛮好吃的 是猪肉 做的麻辣牛肉 然后用我的这个酱 试一下 我就先吃一口了 那个鸡毛没拔干净 整圈在喉嚨这里就像挠 不行我确实吃不下 千万不要跟自己过一步去 开论手就认识 真的哇你看这个已经煮好了 不好意思我先尝一尝 这个辣条我还蛮期待 好吃吗 嗯 当然好吃啊 这怎么能不好吃呢 汤圆 看啊 苦瓜 其实苦瓜真的蛮好吃的 而且苦瓜随心热的 好吃 好吃 吃以后还会吃的那种 还会吃的 嗯 这有差一点 哇 好好吃 你都吃过烤地瓜吧 就那种口感 但是是火锅的味道 这很好吃 意外的美味 我觉得太好吃了 我觉得棉花糖煮起来也肯定超好吃 我觉得香蕉也应该很好吃 再煮一片面包吧 哇 哇 这个也太油了吧 这个太油了 这个 哇 我估计这个 北方人看到都会晕 先吃一口 嗯 这不好吃 棉花糖 来 你们知道棉花糖怎么吃好吃吗 烧烤 烧烤棉花糖 巨好吃 嗯 这个 你吃不出来火锅的味道 作为那个四川吃辣的一点 然后但是作为演员就能吃辣 为什么作为演员就不能吃辣 作为演员也能吃辣 我不吃会长多 你要吃辣的人突然哪天戒了辣 反而就 就会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它可能就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所以我从不接辣 除非是 体验生活 尝一尝这个香蕉吧 嗯 这香蕉不怎么好吃 尝一尝薯片和榴莲吧 薯片我就这么烫吧 哇 我觉得我今天中午吃了好多啊 我本来说不吃的 因为我早上吃了好多 看来在火锅面前 我还是失去了意志力 嗯 好吃 薯片蛮好吃的 就是油 特别的油 看上去还不错 嗯 哎 好吃 好吃 我觉得元宵可以推荐给大家 当甜和辣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味道其实是非常好吃 糯糯的 嗯 太好吃了 特别好吃 我就推荐大家两个吧 三个 第二个就是这个 地瓜干 再其次的话就是辣条 辣条的话 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可能吃不了 因为辣条煮完之后 它本来就是辣的 然后再加上吸收火锅的这个锅底 全都在辣条里边 然后满满一口下去就全是油 就这些我觉得以后其实 嗯 可能会变成我的 黑暗料理 或者说是我的秘密武器 下次吃火锅的时候就给客人们煮 我觉得他们应该会眼前一亮 好的 你敢尝试吗 那其实这期视频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我自己吃的还蛮爽的 也让我 展开了我自己的新天地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那就一定要记得一键三连哦 拜拜